持续带大家来关心汽车坠河意外 在昨天晚上八点多一辆深色的汽车 自撞台北国道一号系五高架 中山高北上提顶出口 驾驶疑似要下 扎道突然自撞了护栏 连人带车坠入了高度17公尺 约有六层楼高的基隆河 经销今天29号一早出动了三艘快艇 持续来搜救 直到中午的时候终于发现了落河的车辆 紧急出动大吊车来进行抢救 目前从车牌上辨识 还在进一步的厘清驾驶的身份 疑似就是一名年约32岁的蔡姓男子 住在台北市在新竹上班 每天开车通勤往返 但是28号晚上回家的时候 突然发生意外自撞 家属第一时间接获了消息 就有在猜想是不是蔡姓男子 当天晚上也就到了岸边苦苦的等候 到了今天中午还是接到了二号 一开始潜水人员潜入了河中 发现了车辆 但因为车子受到撞击 车体严重了扭曲变形 没有办法在水中把门操开 因此紧急了出动掉车 在下午一点多左右成功打捞起汽车 发现车内是有一名男子受困 警销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破窗 成功了救出改名男子 经过的家属指认之后 确定就是这名蔡姓男子 目前警方也已经掌握了 目击者所提供的行车记录器 将厘清最核的真正原因 对了